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来的另一期令人兴奋的罐头制作影片 去年冬天我做了有二十几罐的干豆罐头 我做了鹰嘴豆 红腰豆 经过一年 去年这一年我把它差不多都用完了 我很喜欢吃豆 然后前几天我去超市 我买了好几包的这种粒马豆 也叫黄帝豆 这种豆它的食物出纤维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种的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肥生素 而且当您做好罐头以后 你可以在室温内放置最少18个月 当您也不是说你不需要把它放到冰箱 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要求来储存 您直接开盖加热 就可以按您喜爱的方式来食用 那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现在我们首先把材料都准备好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两包的粒马豆 这个是大套的粒马豆 每一包是两半重的 大概是907克 那还有霉生瓶 这位已经是提前清洗好的霉生瓶 盖子 瓶盖环 还有製作罐头的高压锅 好 那首先我们现在把粒马豆都清洗干净 这种碎的也把它剪出来 现在我们来装瓶 因为是干豆没有泡过的 所以只装到瓶子的三分之一处 大概是半杯的量 USDA是建议大家提前一碗泡好的豆 所以我这种方法是未经过测试的 在瓶里倒入开水 这离瓶口一英寸的位置 现在盖上瓶盖 这是我提前用温水清洗干净的瓶盖 这梅森瓶的瓶盖是一次性的 不能重复使用的 稍微要把粒马拉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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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锅里加入热水2-3英寸 这个小号的眉生瓶是可以放两层的 在这个高压锅里 所以的话我用了另外一个托盘 把它盖上底部的瓶子 然后再放上所有的瓶子 盖上锅盖 开大火煮开直到喷气孔喷气 喷气孔喷气以后开始计时10分钟 10分钟以后把压力调节器放上 我这里需要15磅的压力 当气压表上升到你所在的地区需要的气压时开始计时75分钟 全程75分钟气压要维持在相同的位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家庭罐头制作的请前往美国USDA网站查看 我会把链接放在底部说明栏 罐头做好以后 让它自然降压至零 再打开盖子 大家要注意哦 打开高压锅盖子的时候 永远不要把盖子对着你自己 要对着相反的方向来打开盖子 要不很容易就给烫伤 立马的罐头都做好了 喜欢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看